至于目前初步的统计 我们共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2000多名代表 这不算工作人员 以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多家媒体机构的 1100多名记者和媒体人 都踊跃地报名参加今年的年会 我们希望通过今年年会讨论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探寻确定性 促进世界各国加强团结合作 更好的迎接挑战 坚持开放包容 更好的促进世界的发展 在今年年会的议题板块设计上 设置了四个板块 发展与普惠 治理与安全 区域与全球 当下与未来 主要的考虑是设置这样四个板块 可以更好的推动各方理性的 探讨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 探讨短期的利益和长远的 长期利益的这种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讲 当前国际上的各种分析和矛盾 主要就是源于不同的利益关系 感谢观看 既然是变成的